中国女篮奥运资格赛三胜两负 李梦表现稳定 中国女篮需要砥砺前行 好兄弟们 昨天晚上中国女篮以105比69 36分的分差大胜波多利哥女篮 从而结束了本次奥运资格赛女篮之旅 最终成绩为两胜一负 我们简单评验一下这三场比赛 我们女篮姑娘们的发挥 总理来说女篮姑娘们发挥的不错 尤其是李梦 韩旭 李月如 女篮姑娘们非常强 直接晋级到了2024巴黎奥运会 但是这三场比赛 也是暴露了我们女篮的一些问题 我们北京视频就简单的说一下 女篮姑娘们在三场比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女篮姑娘们的优点非常多 敢拼敢打 但是说实话兄弟们缺点 才能让我们更上一层楼 三场比赛说实话兄弟们 从发挥上说还是非常不错的 两场大胜 一场也是惨败给了法国队 但是兄弟们 这三场比赛 咱们中国女篮都暴露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比赛的进攻节奏非常快 而且女篮的姑娘们兄弟们非常急躁 就是怎么说呢兄弟们 明明我们能够稳扎稳打的战胜对手 大比分领先对手 但是我们这三场比赛 都是展现了我们兄弟们 进攻端比较急躁 防守端呢也是比较茅草 就是比较着急 给人的感觉就是想打完的比赛 赶紧回家过年一样 用咱们的自己的山东图画来说 姑娘们在场的表现就是有点少说破了定 就是感觉就是兄弟们火烧眉毛 非常着急 咱说姑娘们你着急啥呀 是吧 你着急也是40分钟的比赛 你不着急也是40分钟的比赛 最终这三场比赛 在我们拉开分差的时候 还是我们姑娘们在场上这种 不紧不慢 是吧 防守做好 然后进攻端呢 自己梳理好 越着急越得不了分 越着急兄弟们 顾死尸彼 越把防守人漏掉 也不知道咱们的姑娘们是想家呀 还是想要快点结束比赛 反正啊 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 咱们的姑娘们啊 在场上打的有些乱啊 有点急躁 老想把这个比分一下子拉开 但是说实话兄弟们 对面他也不是弱队 都是为了晋级奥运会这个资格赛 而打的比赛 我们不能小瞧对手 一定要把对手 当成我们势均力敌的对手来劈 第二就是啊 我要给我们的中国女蓝姑娘们啊 泼一盆冷水 我们现在虽然是世界第二 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第二上的位置 并不能够一直太平 说实话 是我们要冲击世界第一 但是呢兄弟们 现在世界第二 我感觉啊 我们这个世界第二的位置啊 有点不保 虽然说第二场打法国这场比赛 与我们晋级奥运资格赛啊 有没有这种参赛的资格去巴黎 没有关系 但是这场比赛确实 我们啊 不管是防守还是在进攻 确实连赢法国队 确实差了很多 人家是世界排名第四兄弟吧 可以看看人家这种进攻端 防守端 人家这种凶狠劲 人家对比赛这种认人的态度 我们中国女蓝确实需要有东西 向人家学习 俗话说的好 打江山容易 做江山难 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二 但是如果我们不进步 不去学习 人家在进步 那我们说实话 在这个世界第二上的位置 也不会太稳 所以也是通过这三场比赛 希望我们的姑娘们 也能够认清自己的位置 底力前行 不管人家是世界第四也好 是世界第八也好 不管我们是不是世界第二 既然我们能够输给人家 说明人家就是比我们打的好 就是有些地方 值得我们女蓝姑娘们去学习 所以我们就应该 保持着一个学习的态度 寻心上人家 学习 第三点说实话兄弟们 我非常担心 我们在202480奥运会上 女蓝姑娘们的状态 这几场比赛 让我们吃定心玩 发挥最出色的 当然还是我们的姑娘 李梦 其他球员 你包括韩旭 李月如兄弟们 在第二场打法国的时候 也是表现的一般般 篮下多次上空篮不进 包括篮下这种投篮 防守端 漏人的情况 也是非常多 另外兄弟们 比较担心的 还是王思雨 杨丽美的状态 这一场比赛 不管是第一场也好 第二场也好 第三场也好 王思雨经常出现这种 突破过人之后 自己的这种上空篮 挑篮不进 说实话 是他自己有伤病啊 还是他这个状态 确实不好呢 还是希望 我们的姑娘们啊 能够把这个状态 调整好 还是那句话 不要的大义轻敌 说实话 都要保持着一种 学习力拼的态度 从李梦 包括韩旭 包括李月如 这种比赛的状态 兄弟们 也反映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自己的联赛 WCB 现在的强度 确实不够 还是希望 多鼓励我们的 中国女篮的姑娘们啊 向外啊 WNB 包括一些欧洲联赛 去学习 去打比赛 去看看人家是怎么打的 我们不要满足于现状 当然兄弟们 只要我们的姑娘们 端正态度 我们还是世界前三的水平 最后也是希望 我们中国女篮的姑娘们啊 打完这三场比赛 好好的休息 调整一下 然后马上投入到 备战2024 八零奥运会之中 我们的目标 只有一个 那就是 冲击金牌 反正说了这么多 不管是我们的球迷还是球员 都要低调做事 高调做人 多看看自己的缺点 只有这样 才能让我们的女篮姑娘们 登上顶峰 才能让我们的中国女篮 称为世界第一 中国女篮 无畏金兰 中国女篮 加油